小孩怕黑算正常 当然非常正常 其实你希望孩子怕黑 否则他很可能 因为黑有不安全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是他 人类保护自己一个本能 因为宝宝是 透过爸妈的眼睛来定义自己的 是的 如果妈妈觉得 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 我就接下来会继续做 胆小的孩子做的事 所以这个词汇不要让他听见 对 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太一样 就是三到六岁的时候 其实爸爸妈妈多陪他 去参加一些需要勇气的活动 例如竞赛 会是一个好事 那当然陪伴的时候 那个质量可能比时间更重要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多做情绪交流 如果他觉得能够被你理解 也许你不是随时在他身边 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有时候女孩子天生稍微 比较顺从一点 这个个性如果他一直觉得 他做很多事是为了爸爸或妈妈 那其实对他未来的人生 不见得是好事 对 是的 所以妈妈刚告诉她说 你为自己做很棒 你不需要为其他的人 或爸爸妈妈做 我想对他俩会慢慢觉得 压力会比较 是是是会好一点 是吧 对 非常好